年前有一则棒球休赛期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MLB The Show新的封面人物定了 是小弗拉迪米尔·格雷罗 弗拉迪Jr是美联的顶级重炮手 三次入选全明星 本雷达大赛冠军加全明星最有价值球员 他也是新一代球迷最喜欢的球星之一 所以成为封面人物并不意外 说到MLB The Show 这可是棒球史上销量最高 最受欢迎的游戏系列 据PlayStation内部统计 MLB The Show每年能带来1亿美元左右的收入 据Business Wire报道 MLB The Show 21则是系列中最畅销的一代 总销量是超过160万份 值得提的是 新一代The Show中不仅延续了 此前的黑人联盟故事模式 还加入了杨基传奇德里克基特的故事模式 玩家可以亲手复制他生涯中最精彩的那些高光 尽管每一代的销量在游戏界并不算最顶流 但一直十分稳定 也往往被评为体育游戏类中的优质作品之一 但要知道棒球游戏远不止一款经典 从80年代初的Major League Baseball 到如今的MLB The Show 从最早的Metai Intellivision 到如今的次世代游戏机 40多年下来 一代又一代的棒球迷和玩家们 都有他们心目中的最爱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盘点一下 棒球游戏的那些发展史 早在70年代 电子游戏还在原始发展阶段时 其实就有棒球主题的作品了 例如RCA推出的Baseball 亚达利推出的Home Run 后者当时还请了皮特罗斯 这样子的球星来做广告 不过光看画面 我们也能感觉到 早期的棒球游戏 对现实中的棒球运动 还原度都非常小 很粗糙 可玩性也不是很高 直到1980年 美泰Mattel 推出了Major League Baseball 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首先 它是第一款MLB授权的游戏 虽然只是大联盟的名称 和logo使用权 而不是球员名称 球队logo等等 其次 它从视觉上 更好地还原了 棒球的钻石场地 还有球员站位 手背等等细节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它的操作系统 包含了现实中 棒球比赛里的 各种计算术配合 比如说倒垒 双杀 牵制 故意保送 牺牲打 等等等等 棒球游戏 由此迈出了早期发展中的 重要一步 在虚拟平台上 通过还原这项运动 应有的技术操作和策略 来塑造游戏本身的可玩性 那哪怕当时的科技 只能做出很基础的 像素画面 但玩家们在对战时 已经能体验到 类似现实棒球比赛中的乐趣了 再加上美泰 大力推广 它是最接近 现实棒球的游戏 所以Major League Baseball 也因此成为了一款畅销作品 卖出了超过100万份 那有了蓝图之后 棒球游戏 开始加快了创新节奏 1985年 美国游戏公司 Accolade Inc. 推出了硬派棒球 Hardball 这一款游戏 它不仅设置了电视转播中 我们常见的投手视角 还做出了更加细致的投球操作系统 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球种 以及控制球进磊的方向 而在打者击球之后 游戏也会切换到不同的视角 让玩家来操控野手来进行守备 同时 它还是第一款 让玩家在操控比赛球员以外 还能像教练那样 调整阵容的棒球游戏 并且有球员的数据统计 此外 这也是棒球游戏中第一次出现动态的跑壘缩猎图 硬派棒球 在当时被很多媒体看作是划时代的游戏 发行四年期间 单单在C64八位电脑这一平台上 就卖出了50多万份 还移植到了苹果二代电脑 世家MD等等平台上面 影响力可见一斑 当然 80年代 还有其他的经典棒球游戏 比如 任天堂历史上第一款棒球游戏 红白机上的Baseball 卖出了320多万份 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它也可以说是老一辈中国玩家的童年棒球启蒙 是红白机时代最经典的名作之一 再比如 1987年亚达利推出的RBI Baseball 卖出了250多万份 一度是在美国登上了游戏畅销榜的第一名 它也是历史上第一款MLB球员工会授权的游戏 让玩家能使用以诺安兰这样子的巨星命名的球员 由此可见 棒球游戏很早就打开了市场 棒球中的头 打 手背 跑壘 还有数据统计 这些核心内容都十分适合游戏的模拟 加上棒球在日本和美国本身就是最具人气的运动之一 自然会受到游戏开发商和玩家们的青睐 而80年代的成功也给90年代的棒球游戏铺平了道路 无论是从游戏技术还是商业发展角度来说 都更上一层楼 90年代的棒球游戏显而易见的有两个趋势 一个是整体技术的进步 更精美的画面场景 人物形象 新的操作设定 以及游戏中穿插的各种音效 音乐 乃至真人录制的解说 各种新元素 这些让棒球游戏变得更加丰富了 在上一代的基础上继续创新 提升了可玩性和逼真度 甚至可以大开脑洞 跳出纯粹的棒球领域 比如融入科幻格斗元素的机器人棒球Base Wars 另一个趋势则是现实中的职棒人物和游戏的合作 90年之前只有五款游戏是获得了MLB 或者MLB球员工会的授权 而在一款又一款畅销游戏问世之后 MLB和日职棒都开始重视电子游戏带来的商机 同时随着市场竞争逐渐激烈 游戏开发商也需要新的噱头来推广促销自己的产品 好玩不再是唯一的亮点了 公众识别度极高的球员或者教练冠名 便成为了突破口 1987年巴尔蒂摩金银冠军教头冠名的 厄尔韦福棒球 是第一款标题中出现大联盟球员 或者教练名称的棒球游戏 在那之后 小卡尔迪布肯 汤米拉索达 罗杰克莱门斯等人的名字 都成为了棒球游戏标题的一部分 至于游戏中其他人物的这些名称 就算游戏开发商无法获得大联盟 或者球员工会授权也没关系 根据现实球员的绰号 或者姓名改一下就行 比如RZ Smith就叫Wizard Ricky Henderson就叫Speed 这招当时看成是屡试不爽 在90年代 五花八门的棒球名人冠名的游戏中 小肯格瑞飞职棒大联盟 往往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作品 经典的游戏配乐 加上音效 还有易上手的操作系统 头重脚轻的人物形象设计 都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 游戏中的穷人名称也是别出心裁 什么马龙白兰度 罗纳德里根 反正除了小格瑞飞外 都是假名 这款游戏被Complex评为 超级任天堂游戏机的百大游戏之一 全球的销量达到120万分 至今依然是最具代表性的棒球游戏之一 90年代经典的棒球游戏 其实除了以MLB为背景的以外 还有日值棒的 科勒美大门鼎鼎的实况野球系列 就是在1994年开始发行的 第一代里面就有板神虎 背海盗日本火腿斗士 等等真实的NPP球队可以使用 实况野球94中这些卡通风格的人物 是游戏的标志性特色 跟同时在美国的棒球游戏 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进入21世纪 棒球游戏随着科技发展与时俱进 场景和人物有了更细致 更立体的3D设计 游戏工作室用动态捕捉 记录了真实球员的挥棒和投球等动作 PS2 Xbox这些平台 让操作系统变得更加的复杂 而游戏中也延伸出了更多的模式和挑战 比如个人生涯模式 配乐里有从摇滚到嘻哈 各种流派艺术家授权的原生乐曲 因此从内容角度上来讲 现在棒球游戏追求的是 全方面更强的沉浸感 而棒球游戏的开发商 比起过去也有了更多的资源来投入 而在我们之前提的商业角度上来说 经过90年代的野蛮成长和剑走偏锋之后 棒球游戏开发商与现实中的棒球赛事版权方 也取得了更成熟的合作模式 从90年代末开始 基本每一款职业棒球主题的游戏 都获得了MLB或者日志棒 以及球员工会的官方授权 完整的球队和球员名单逐渐成为主流 毕竟这是打造沉浸感的重要条件之一 现代的棒球游戏中 MLB 2K和MLB The Show 自然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系列 别人都不说 我自己玩过的第一款棒球游戏 就是MLB 2K10 不过EA推出的MVP棒球05 以及Midway Sports推出的MLB Slotfest 系列都是不得不提的名作 前者超前的操作系统 以及经典的王朝模式 让许多老玩家在十多年之后 还放不下它 不断的用MOD来更新 修改之后继续玩 后者则走的是另类风格 尽情想象棒球狂野的一面 比如说被砸到的打者会浑身冒火 跟投手上野全武行 因此棒球游戏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仅是体育分类中的长青树之一 也是游戏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上世纪70年的开始 到现在 每一代游戏机都出过棒球主题的经典 这并不是巧合 而是半个多世纪形成的一种传统 如今在电脑 PlayStation Xbox Wii Switch 等各种不同的平台上的 棒球游戏数不胜数 我们考虑篇幅就不再一一列绝了 未来希望能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棒球游戏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棒球游戏早已经融入棒球文化 让这项运动的影响力触及到更多人 而对于玩家们来说 棒球游戏不只是好玩逼真 更是一种情怀 我现在听到EK-Pop的Lots for Life 第一印象还是MV2K10的菜单界面 所以相信不同的棒球迷 都会有自己心目中最经典的那一款棒球游戏 说这么多没用 玩过你才会懂 本期棒球答案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也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长时间以来的支持 喜欢的话还请继续点赞投币加关注 我们做了很多以棒球文化 棒球故事为出发点的视频 有赛事 有人物 有历史 有产业 那一年下来你最喜欢哪一期呢 下一季你又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呢 话说回来 你自己最喜欢的棒球游戏 也有哪些呢 欢迎来评论区里分享 我是方法男 我们下一季 再见